这处老式建筑由国父亲自建造 自1892年完工 从这栋古厕可以看见中国古式建筑的建造模式 跳高的大厅诉求宽敞明亮 站在这里让您一点都没有压迫感 走进内院为此提供一个人出入的标准空间 随即穿入老式的厨房 有别于传统名家的厨房 国父在设计灶台时特别将它放置在厨房的中间 一般来说当时灶台都是以靠墙建造 而这里的灶台除了位在中央位置之外 还特别设计直达屋顶的中央烟囱 不但能够将柴火燃烧的烟经由这里排出去 还具备了顶梁柱的功能 强化支撑厨房屋顶的建筑结构 在以前的时候是没有中间造烟囱的 都是靠墙造烟囱的 是中间造烟囱的 其他地方你去放到 接下来走到平日的盖洗空间 不到一坪大的厕所 高度大约90公分的砖造马桶 同时具备蹲座两用的功能 只能容纳一个人做事的简变形浴缸 从画面中可以清楚看见 外壳锈时斑驳的历史痕迹 提供村内议事开会的潮意地 整齐的摆设 这里曾经是村庄长老们 大小事务的决策中心 这里就是国父的母亲 杨太夫人的起居室 讲求通风明亮的跳高式建筑 由于南方人身材瘦小 所以卧房的空间也不会太大 室内陈列的都是早期 女方嫁娶用的花椒 与人工竹编用来摆放 家装用品的洗澜 与各种生活起居用品 从1892年完工到国父一家人 受到迁廷迫害 举家迁居到香港 这里曾经是孙家人居住将近20年的老家 如今故人不在 只留下历史的回忆 在空中自由的飘荡 东台新闻张家伟 广东中山市报导